148名个人和团体今年货颁国民服役倡导奖 以表彰他们对国民服役的支持 以及在全民防卫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国民服役倡导奖是全面防卫奖下颁发的最高荣誉 这家位于益顺的兽医诊所 是其中一家货颁国民服役倡导奖的中小企业 虽然诊所旗下只有12名员工 但是仍然坚持支持国民服役和职员回营受训 这就包括不让员工以工作为由 推迟回营受训日期 体能测验表现良好的员工也能获得奖励金 因冠病疫情缘故 今年的全民防卫奖颁奖典礼线上举行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说 冠病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更凸显了全民防卫的重要性 举国上下对于全民防卫的支持至关重要 我们继续保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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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建立合合作与其他国家的友谈 建立合作与其他国家的友谈 鼻 ampl Mohd 还有变作与其他国家的友谈